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感覺一個人真的 很孤獨很難過 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小年紀就身處他鄉遠離父母 其實能理解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我們現在邀請到 來介紹一下 陳老師 陳正銘銀先生 好我們今天要聊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聊天聊了聊了一下 這兩個還是非常想教台灣女生 應該是這一位 就是為什麼特別喜歡台灣女生 那個什麼以前陳老師跟我講 你喜歡台妹是我沒見到你之前 你就說你喜歡台妹 但陳老師就加深了我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他會分享給我說 就是他跟其他台灣女生互動的一些 經歷和一些心得想法這些 這跟你喜不喜歡台妹有什麼關係 就加深了我更喜歡 好我們還是回到問題的本質 在他加深之前為什麼你就喜歡 之前很多人跟我講說 感覺台灣女生比較溫柔 對有很多人是這麼講 像劉大生一直他也跟我這麼講 對我現在有個問題是因為 我台灣人嘛 我肯定只教台灣女生嘛 就是大部分來說 那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對比 是 確實台灣女生比較溫柔嗎 因為我沒教過外國人 那你們為什麼會有這種遐想 台灣女生比較溫柔 我是覺得台灣女生 大多確實比中國女生要溫柔 中國不是說沒有啦也是有 但是大多台灣女生不是說她說話 而是她的日常生活中 比較溫柔可愛的形象 就是她會給你一種 就感覺很有善的感覺 真的 很有善的 感覺心機沒有中國人那麼重 對啦我覺得還是先講有前情提要 我們這邊就純粹是個人的想法 當然沒有一片概念什麼的 對 那日本女生不溫柔 對啊 對啊你為什麼偏偏愛台妹 這個問題還蠻複雜的 就是很多方面原因 我也不是沒有想過 未來可以說不定也可以說不定 就是說去多認識人 但你跟我交流過程中 你沒有提過日本妹 就是提台妹 日常生活中有接觸過台灣女生 那個什麼就頻道裡很多觀眾 就是現實 現實嗎 現實中的話 就有一些朋友吧就是 但是那個也不是太多了 但是他們有很多都有自己男朋友這種 你比較有特殊的 嗜好就對了 你看陳老師 因為他經常半夜三更半夜 給我打電話說 陳老師怎麼認識台妹 我就幹我又沒有台灣女朋友 然後就經常問我 以前在台灣留學的時候 台灣女生是怎麼樣的 是什麼樣的性格 問我 因為我至少去過台灣 我跟他講過那麼幾次說 台灣女生是怎麼樣的時候 他之後經常半夜的問我 怎麼認識台灣女生 就感覺有點陷入的一種 經常睡不著覺 對 人家朋友 可能是愛黨睡不著覺 你是愛台灣女生睡不著覺 對 可能是有心理病嗎 還是說什麼 其實哪個國家女生都一樣 以前會覺得 以後我一定要在台灣生活 那另外我一定要交台灣女朋友 現在我覺得其實哪個國家的都OK 只要如果你真心愛一個人 我覺得不論國際 中國也好OK 但是對於台灣女生的一種印象 確實是比較溫柔可愛 對 如果說讓我選的話 希望未來遇到的話 那我當然希望是台灣女生 因為我這個人的話 有個問題是什麼 我對於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是非常執著的那種 你打算什麼時間 你可以講的 就是想多交點朋友 多人事人事那種 因為怎麼講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個很容易孤獨的人 很容易孤獨的人 對 所以他經常半夜打電話給我說 我好孤獨 然後說可以發點影片過來嗎 什麼影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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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蠻常想要上我的節目 想表達他的心聲 我都鼓勵他 算了算了算了不講了不好意思 我說我情緒很緊 不用哭了 上次他也哭耶 他說我上你的節目我肯定會哭 我說沒關係你哭的話 肯定很多人會點進來看 我說你就哭 其實幾個方面原因嘛 就是 好哭 怎麼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感覺一個人真的 可能很孤獨很難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小年紀就身處他鄉 遠離父母 其實能理解 其實之前我們也講過這些 比如說你上我頻道的時候 要表達這些心情 其實你今天哭出來 我覺得這是個真實的表現 要不我把我其他方面的經歷 我要講一下吧 其實我從小是個 比較缺少愛的一個人 就什麼 就包括我父母那方 我承認我父母其實他們對我很好 但是有個問題是嗎 就是 像我爸爸他以前的話 他們做生意他們 他是要在異地上班 他跟我不在南京住在一起 當然我媽媽跟我住在一起 但是我媽媽很多時候都要很晚回來 像很多時候我基本上一天大部分時間 那個時候小時候我差不多維持著 一直到我小於畢業吧 一天中大部分時間是我自己一個人度過 然後在學校裡的話以前的話 雖然說也有一些朋友 但是我以前小時候我經常被別人霸臉 然後其實到初中時候 但是後來也有人安慰過我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 感覺 特別需要 就是想要一些人就跟我 一起就是說 哪怕是談談心願 或者說一起 多交流 交流也比較好 很多人講說什麼我這個人太好色 或者什麼 之前的話我跟陳老師聊天的時候 你一開始有一個 對一開始你是有這種感覺 但後來 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 我主要想 我為什麼想多交點朋友 主要是其實這也是我最簡單的想法 為什麼我想喜歡台灣女生 這個原因主要是 像剛剛講的就是說 比較溫柔 因為就是什麼 而且像之前陳老師有跟我講過 就是很多台灣女生 她跟你交流的時候 她會非常關心你 我就什麼 我從小就特別滿缺這種東西 就不管是我家裡人還是說社會上還是什麼 但像我以前在那個初中時候 還有小學的時候 以前被霸凌的時候 就也沒有多少人關心過我 那個時候學校也是不管不問 然後什麼現在後來到高中 現在到初來這幾年 陳老師你上次跟我講過 就是說有好多台灣女生 就是她們平時都特別關心你 就生活中的 但是粉絲 對 但其實我愛聽 就特別羨慕這種感覺 那你就把自己的頻道做起來 就可以認識很多台灣人 明白 我有跟你講過 我有那個憂鬱症嘛對吧 像那個 因為我是那個醫院裡查出來的 就是說 其實你那天在講我就猜出來了 因為我有朋友有類似的狀態 就是這樣就 很多時候 你看我就我不做頻道 其實有時候並不是說我不想做了 當然有另外一方面就什麼 就是說我有憂鬱症的情況 我就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以為課業還什麼東西落下來 包括甚至我有幾天 我沒有去學校在之前 就那段時間我什麼事情都不想幹 這個先添了真的就是沒有辦法 但如果後天就有別的因素 會去加重加深這個 對 就是大家可能有個觀念 你心情好一點就好憂鬱症 其實它是一種病 就是它不願意 有時候其實我意思比較清楚 那種感覺其實很痛苦 就是說意思比較清楚 但是你很多事情真的就做不起來 就是你自己道理知道 你的理性知道 但你無法控制 對控制不住 對這個我能理解 我很感謝你們二位就是說 坐在這邊各位一起聊聊天 就你自己看啦 你覺得我女朋友溫柔嗎 對嗎 可能有些道理他不太懂吧 就是感覺 就對八種控制欲有點強 這種 我這個我能發現的 對 就是有點類似於那種 就隱隱約被 像跟一個鐵那樣被鎖住 就懂的意思吧 就是它 有一句歌詞叫什麼 叫我好想逃卻逃不得到 這個我講的對吧 真的能放進去嗎 我覺得是這樣 情侶啊 情侶相處 就難免 難免會一個進一個退 有時候立場會互換 我覺得這很正常 人與人之間交融這樣 更何況是 整邊人 它與反共之後的話 要放棄的東西其實很多 就第一點的話 是你的家人 就這裡家人是基本上 就很多時候 基本上就是說 跟家人的話是見面啊 都非常困難 這是第一點 比如說你講 你什麼 你反共呢 或者什麼什麼 你在外面會遇到很多壓力 就當你遇到一些壓力之後 你可能心情會變差的那種 這種情況是確實蠻嚴重的 那我想問一下陳老師 你之前交的女朋友是中國的嗎 對啊 就是相對之下 中國你會稍微 會比較飄憨一些嗎 大的概率下 會這樣 像是我平常生活中 也會認識一些台灣人 台灣男生 台灣女生都有 甚至台灣男生都比較溫柔 你覺得我講話會很溫柔嗎 你講話不是那種溫柔 但是我生活中 就是粉絲裡面有很多男生 超級溫柔 就有點像女生 沒有說是便利 對 就是非常溫柔很細膩 那這樣子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 中國的交往的觀念 比如說AA制啊 或者是一定都要男方付 就我想了解這個 一般是我的話 我會主動像 就是主動給女方付 大部分啦 不光說是我 大部分的中國男生會這樣子 給女方付 對 很少AA制 對 男生負擔 你說男生付錢 對對對 比如說出去約會十次 十次都男生付 幾乎吧 但是也要看有些女生 她會不會去幫忙分擔 但如果會的話 這位男生心中其實是加分的 是加分的肯定啊 那如果 比如說 男生不付中國那邊的女生 會覺得這男生可能很巧 還很摳之類的嗎 有 會 真的假的 會這樣 其實當然有些不一定是本人 當然也有很多是 壓力是來自於就是說 對於男生的壓力 可能會來自於那個女孩的父母 有可能 怎樣講呢 像我知道的很多中國人 尤其中國的家長 他們對自己孩子的那種就是說 哪怕你們是交朋友那種 他們就 父母對控制欲有很多方面是很強的 就至少有相當 相當一部分的中國家裡人是這樣的 你們那邊的彩禮文化 是啊 是很重嗎 對啊 結婚是要準備一筆財富的 還有房產 其實實際上 像彩禮有很多時候 我知道的情況就是說 很多時候可能男孩跟女孩 他們願意就在一起 但是很多時候彩禮是 他們的父母在互相 就是說設定這些東西 我知道的事情非常多 那台灣沒有彩禮嗎 越來越少 我父母那一輩 乃至我可能 我姐姐那一輩會蠻多的 但現在已經越來越流行說 甚至我可能結婚我都不辦 這個 宴客吧 簡單的婚禮還是辦 就是可能自己好朋友而已 因為我沒有什麼戀愛經驗 蛤 真的喔 對 我到大學都沒有談過戀愛 還蠻後悔的 而且 大的時候不是交換去台灣嗎 對 我去台灣那麼久 我都沒有交過台灣女生 那時候我每天都是在台灣各地旅行 可以說那時候 談戀愛是跟台灣這片土地在談戀愛 然後到處參加什麼義工啊 志工啊 參加一些社會團體的一些活動啊 去幫扶老人啊 然後有些很多是政府出資的一些旅行 就是台灣政府陸委會啊等等的 讓一些中國的香港的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一些華人國家的學生 一半台灣一半其他的外籍 然後去交流去台灣的各種地方 我還會再回去台灣 所以不是什麼遺憾 我跟你差幾歲就兩歲 對 我96年你94 陳老師你不是經常問我 很多活動為什麼我不來參加嗎 其實跟那幾次原因就有一點刺激 有一點關係 所以後來很多活動我都不太想參加 結果什麼我一個人站在那邊 其實我感覺我內心不知道為什麼 就莫名的很難過 就是你把自己活得精彩 才會有人去欣賞你 你才會被人吸引 你整天如果把自己搞得這樣子 然後你自己都不喜歡你自己的別人怎麼喜歡你 就是我覺得你先問自己說 別人喜歡你什麼 你有哪一點可以讓別人喜歡你 對這是個根本的問題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這個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不喜歡記得封鎖 拜拜 我是八角 Bye 拜拜